好又來到Science Journal的時間 今次我們會談談一些在癌症發展上的新發言 就是我們發現到癌症 即是Tumors 以及細菌群落 應該有某程度上的關聯性 有人在建議細菌群落的關聯 會導致癌細胞更加增生 甚至出現了轉移的情況 其實這些文章是Nature 就是發現了Bacteria 藏在癌症細胞 增加了其他產品的營養成分 即是很明顯 看到細菌出現之後 令癌症細胞生得好 因為它能夠壓住免疫系統 這些Bacterial Interlupus 即是闖入者 甚至會幫助到Metalitis 這個字是很少用的 就是轉移 是一個很專業的生物字眼 但反而這個字也不錯 不完全確定到細菌的功能 因為我們現在建議一個初步建議 因為它在整個研究中 都是主要在研究胰臟癌 我們看到細菌在直腸和後部的癌症細胞 都會影響到免疫的平衡性 他建議這些細菌可以作為早期診斷的徵狀 然後再說回剛才的Pancreatic 即是耳狀癌 原來發現當你有了一些Bacterial 放在裡面的時候 一些好用的癌症藥物都會變得失去它的功效 即是有Bacterial的時候 癌症就會生得好一點 於是反過來我們怎樣去做呢 他就嘗試去放一些E.coli 去跟這個Bacterial去爭食 或者你直接用Antibiotics去殺死這隻Bacterial 都能看到癌症細重新會對於藥物有反應 所以我就寫了這句的留言 As bacteria are involved, kill them to treat cancer It is suggested 至少對於這一例來說 於是後面會說到有另一個研究 就是由這兩位人去主導 他們說得到其實他們發現了 Bacterial RNA和他們的DNA 都是會在三款癌症裡面都會發現 而每一種都有他們自己特定的細菌群落 所以他也回到剛才一開始有說到的 我們用這個細菌群落 去證明得到某些癌症的早期發現 這個細菌群落後也會提及到藥物 在高年班中五的生物科同學來說 應該會明白 Bacterial和藥物是兩件事 只要說Bacterial有這樣的影響 藥物會不會有這樣的影響 他也會發現有些不同的藥物 因此應該會和癌症都有關聯性 在這裏就點出了例如 例如卵巢癌和乳癌都會有各種情況 有某種Bacterial的群落 甚至乎有機會會加速了癌症的死亡 所以令到有些人認為你一定會死的 死兩年就死了 但也不知為何可以增加了兩年的壽命 所以嘗試想想會不會正正是這些藥物 是有它的工作 所以這裡用了一個眼睛提升 試試看眼睛提升 嘩的感覺 正正是眼尾撐起來的感覺 之後他們繼續說下去 就是我們嘗試去 Mapping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microbeel should they only colonize specific areas of bacteria and of tumors 即不是整個腫瘤都會看到那些細菌 其實它都是一個特定的位置 而這個特定位置 其實他們就下面這裡就說 其實這個位置主要是最外層的地方 令到那些T-cell又進不去裡面 所以就做到一個immunosepressive的效果 但是其實他們都很冷靜地去說 其實由這一刻就想到 既然我們可以用這個方法去處理cancer 那我們不如各個就把抗生素放進去 因為其實生物科學同學都知道 抗生素就能夠殺死得到細菌的生長 那他這裡畢者也說到其中一個訪談裡面 也有提到 其實我們身體裡面有不同的免疫系統 另外我們其實也有一個很大差異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益處的細菌群落 這些機制有機會令到那個癌症細胞 就沒有那麼容易轉移 所以如果太過無斷地在這一刻就覺得 我們殺死所有細菌 就會令到那個癌症不會蔓延 而且真的太過早了 而這一刻我們暫時就有兩個癌症 我們是study了 因為剛才有提到疑狀癌 和一些卵巢癌 其實是不是個個都是這樣呢 我們都不清楚 不過這個確實是一個很大的前行的一步 那我們今次的分享到這裡 下次再見 的意思 東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